明华园戏剧总团旗舰大戏海贼之王郑之龙传奇 受到许多戏迷们的喜爱 不但巡回台湾演出 如今还搭上最夯的元宇宙题材 与HTC合作 推出明华园总团海贼之王NFT 全球限量增长版卡包 打造最强跨界合作 会这样子想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认为 NFT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创局 然后其实长久以来 明华园总团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才可以杜绝盗版 但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太太太困难 所以有NFT开始之后 我自己认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尤其是对表演艺术创作者来说 它是一个政权授权的状态 可以让粉丝收藏 而且这个收藏呢 是独一无二的 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然后这一次跟 真的是跟HTC Whitebyte合作之后 我们才发现 执行力原来可以这么惊人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超前的进度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也融合这个产品中间 就像我刚才说的 融合了歌仔戏的曲牌 那孙老师要录这首歌 也被我细细的雕琢了很久 一定要唱到一百分 他自己也不能也不过关 他就想说我告诉他说 这个是以后会全球发行 然后会万年久远的流传 你一定要唱好 他说好 他就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我认为它是一个契机 但这个转变呢 每一个转变都需要时间 所以现在其实也是 我们在跟自己原本就有的TA 就有的观众磨合的阶段 告诉他们用怎么样的新的形态 去收藏你原本就很爱的表演艺术 所以NFT是一个很好上手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把你喜爱的收藏 跟你的朋友分享 限量2500组的卡包中 不但有23款不同设计的NFT 还有两款由漫画家韦中成 独家设计的动漫版海贼之王 还有隐藏版的霸王卡 明华元当家小生孙翠凤孝说 为了拍摄造型卡 可是让他吃紧苦头 海贼之王里面三个造型 我想海贼之王我刚要演 刚要寻演 这个拍几个造型都没关系 只要能够广大的宣传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明卫元总团的旗舰大戏 海贼之王郑志龙 就是顺水红的演 我说拍什么 他说你只要拍很简单 喜怒哀乐 我说就这么简单吗 好我就开始拍了 苏森拍了一次 海贼拍了一次 最后变成大海盗又拍了一次 然后妆又开始不一样 一直改变 本来是温柔的书生 再来就是变成一个小海贼 就是 尬雷下面的小罗罗就对了 再来就变成 你们现在看到戴着气势非常大的帽子 然后他们把我夹的好可爱 然后会闪亮闪亮的 然后这个大的海贼出现 然后就拍了喜怒哀乐 我拍完之后呢 这位小姐呢太忙了 没有来现场 我们就遥控 孙老师拍完了 他说传给我看 不及格 叫孙老师重拍 重拍 好吧 那请问清楚 他到底要我怎么演 他说 再多一点 表情多一点 我们最主要会看到 就是脸部的动作 是这样吗 大部分都是看到脸部的动作 难怪 他很要求我脸部的动作 拍到我最后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 我只知道我人格分裂了 MFT绝对只是开端 他是对于表演艺术 跟这个创作者的一个支持 从支持的角度 然后有收藏的角度 然后可能未来 因为这些是个稀有性的部分 所以他会有一些 可能增值的角度 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开端 但是 真正在元宇宙的互动上面来讲 我们还是期待的是一些 互动式的内容 因为MFT比较像收藏性 可是互动性会是一个 接下来会让这些收藏 或让这些表演艺术 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进入到 不同的舞台上面 所以我们会期待 像我们前阵子在做 用容积摄影做演唱会 你可以360度的看演唱会 那我们也期待说 在表演艺术上 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甚至于说 在现在 孙老师他们很辛苦的 把三招战舰推上船 可是还有很多的特效 可能在舞台上不适合播放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些 我们后置的技术 或者一些眼镜的技术 可以让他做到更叠合式的 像AR这样的模式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会期待上 科技结合到传统的戏剧 它其实会产生 因为IP本身 才是最大的关键 有一个好的IP 我们只是 锦上添花的角色 让这些IP有更多 让人家可以看到的机会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跟 这样子百年国宝 然后是这样子文化的产业 然后我们给他一些科技上的选项 然后在观众的体验上 能够有一些创新的 一个想法跟观点 明华园总团海贼之王NFT 全球限量增长版卡包 将在4月10号正式上市 传统戏曲 与元宇宙科技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首发独家增长 喜爱明华园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将我们的建议